我以前總是看不懂民眾黨 我每次都錯派 我每次都相信柯平 我現在慢慢懂了 搞了半天 你要了解柯文哲 不可以用政治 不可以用正常人 你要用什麼 你要用幫派的立場 對 用這個所謂地下世界的立場 才可以看得懂 對 我們來講說這兩場見面會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你就很簡單 你把民眾黨想像是什麼 詐騙集團 他不是打電話的那種詐騙集團 他是設局的 假投資公司的設局 然後你進來 結果為什麼游錫坤水牛柏 他會傷那麼重 因為他認真了 他認真了就輸了 認真就輸了 而且他在出發之前 竟然還把這個東西都寫出來 寫出來之後 詐騙集團一看就知道說 這傻的 這竟然就殺了 但是為什麼韓國瑜他不會輸呢 因為韓國瑜他自己也是詐騙集團 所以今天民眾黨設一個局 要來洗韓國瑜 韓國瑜一去給你一個愛的報報 他去洗黃國昌 所以他今天為什麼敢生 所以買賣不省人意在 他爆黃國昌那個動作 真的是故意的 一定是故意的 他一去那個地方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你叫什麼你碰到什麼後來 大家都一樣 都是一樣的 而且他這個一笑閩恩仇 但是你看黃國昌 其實一開始他的肢體語言 他的自己動作 他其實想閃了 但後面有站的閃不到 閃不了 所以韓國瑜就 撞去了 所以抱上去了 所以這就是韓國瑜 他最厲害的地方 其實這一戰一下去之後 他就贏了 因為我今天炸命集團 我出去做一件事情 我要有所收穫 我今天收穫了一個小弟了 真的真的 小弟 黃國昌被他爆之後就是贏了 就是他的贏了 以後黃國昌要怎麼樣再開直播 再罵韓國瑜再喊 太離譜了 不能嗎 你喊得再大聲都沒有用 因為你已經跟他愛的抱抱了 所以其實韓國瑜真的是很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這兩個差異差那麼大 其實當天韓國瑜把他爆完之後啊 大家沒有看到的是另外一個鏡頭 因為有些記者 他前面沒有進去 我們去調裡面的記者 黃國昌變成帶樓梯了 他一轉身之後 帶著他上去 一路帶著他去走 但是游錫坤呢 下午的游錫坤是沒有的 沒帶樓 簽完之後沒帶樓梯 所以他一進去的時候 游錫坤其實有一點 人家的黨團嘛 人家民進黨都是大的地方 沒有來過這個地方 所以呢 其實游錫坤上去的時候 是沒有人帶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韓國瑜贏了 韓國瑜他今天面對這個詐騙集團 他用一個詐騙集團的角色 我去洗你 你想洗我 你到行不夠 我一個愛的抱抱 第一個先拉下你來 以後你民眾黨就沒有無邪耶 無邪耶 你民眾黨 你民眾黨你沒有韓打喊殺的人 你說其他的人來 傷不了韓國瑜了 所以呢他今天 他毫髮無傷 他才可以講 買賣不成人一戰 因為他有賺到了 他能夠在這個詐騙集團這邊賺到東西 是不容易的 但水牛柏沒有 水牛柏遇到渣男之後 但是他是申請演出 他把全部的嫁妝都拿出來了 申請演出 你要的 我都答應你 未來我好好對你 但是你看韓國瑜有嗎 韓國瑜講的那些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一些有的不的 所以韓國瑜講的是買賣不成人意在 我不把你當空酒 我把你當氧氣 但是游錫坤 就非常的忍辱 對 他說今天這樣你講 既然承擔就因勇敢 既然復仇就虛仁辱 對 這個就是不認輸的態度 其實你面對詐騙集團 被騙了就被騙了 這個東西我們要告訴水牛柏一句話 你面對詐騙集團 誰認真誰就輸了 我們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